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鐘錶小白科 我是Brian 今天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小知識 我先出一個題目 給大家思考看看 就是呢 當你的機械錶快要沒有動力的時候 走時的準確度是會越來越快 還是越來越慢呢 給大家五秒鐘的時間思考 5 4 3 2 1 好時間到 答案就是呢 當你的機械錶快要沒有動力的時候 其實走時反而是會越來越快的喔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我們的直覺想法就是 東西快要沒電 或者是快要沒動力 應該是越來越慢啊 怎麼會越來越快呢 這就是機械錶的奇妙之處 首先呢我們要先知道說 機械錶計算時間的最重要的部位 就是我們的行眾系統 行眾系統的那個頻率啊 我們之前有說過 是由行眾系統中的百輪跟遊師 一來一往的平均的擺盪 下去做計算的 那所以呢 當我們的發條 越來越沒有動力的時候 百輪的擺盪是不是那個角度 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因為它快沒有動力擺了嘛 所以當它的擺動幅度 越來越小的時候 頻率是不是就越來越高 它可能原本擺過去 需要0.2秒 那現在因為快要沒動力 所以它 動力已經不夠擺到最底的時候 它這個時候的擺幅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時間也會越來越短 頻率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說波動行眾差的頻率也會越來越頻繁 所以這個時候呢 秒針就會越走越快 現在因為大部分的機器 都有配備自動上鏈的系統 所以其實這個現象 對我們來說 平常會比較少看到 那就算是手上鏈的機器 或者是你平常低動力的時候 那個時段其實也都不會到很長 所以一般人就比較不會注意到這個現象 好那反而時音錶呢 就是比較符合我們一般直覺的認知 就是當時音錶 越來越沒電的時候啊 因為能量越來越少 它的頻率反而會降低 那所以時音錶快要沒電的時候 反而就會越走越慢 現代人啊 如果是機械錶啊 大部分都是自動上鏈 即使是手上鏈的話 處於低動力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段也非常的小 所以一般我們也比較不會去注意到 那其實時音錶 說真的 除非你一天到晚都在check時間 到底是慢秒或慢了多少 其實也不知道 通常都是到 欸它怎麼突然停了 才會發現到 欸那它可能快沒電了 所以說機械錶 低動力的時候的走時表現 跟時音錶反而是相反的 好那這以上就是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迷你有趣的 鐘錶小知識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油門 真的 by bwd6